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让我惦记你的心跳 爱情就在一瞬间引爆 你真心的告白 让我眼神迷乱 被你神魂颠倒 颠倒颠倒 你方天的微笑 让我灵魂出窍 被你神魂颠倒 颠倒颠倒 你真心的告白 让我眼神迷乱 被你神魂颠倒 颠倒颠倒 你方天的微笑 让我灵魂出窍 被你神魂颠倒 颠倒颠倒 爱情出乎一条 拥抱就成现在 爱情出乎一条 旋转时刻燃烧 别走 爸 你不是跟总经理 从昨天晚上一直来到今天早上 而且还相谈甚化吗 你怎么现在又来找他 那个 我想让你光荣退伍 所以来找雇主协调一下 帮你判一些相关手续 我不要 無任務又還沒完成 為什麼要光榮退伍 那很奇怪 從前是歪歪叫 說不想趕跑標 現在真的不讓妳幹了 妳又嘰嘰叫 拚了命要幹 為什麼 就像你教的 任務尚未成功 愛家仍需努力 說得比唱得好聽 何總經理 我剛剛講的話 請您慎重考慮 我可不是鬧酒的 要等 爸 我沒有人要退伍 我爸真的好奇怪 他不是早上才跟你喝酒嗎 現在要來找你 你們到底講什麼 沒有什麼 就像四豪叔說的一樣 他想要你退伍 我就跟他討論一下 我們十月的事情好了 真的嗎 當然是真的 我陪你幹嘛 你覺得我有可能 這麼容易讓你離開我嗎 喂 蔡姐 什麼事 蔡姐 你這麼急找我幹嘛 找你來幫我想辦法 什麼事 什麼事 就雅倫的事情 你也知道 我跟雅倫互相承諾不結婚 但是我最近越來越覺得 像雅倫這種人 他很有需要家人的溫暖 所以我就一直在思考 到底要怎樣才能突破 雅倫的心房 讓他可以很自然的 跟秦家人相處 啊 讓雅倫跟秦家人相處 對啊 甚至是讓雅倫直接回到秦家 我想來想去 覺得可以促成這件事情的人 就是總經理 你不要開玩笑了 他那個人這麼難搞 不要這麼悲觀 說不定 這真的是一條路 真的要這樣做嗎 爸 這是這個月的銷售報告 你看一下 很好 坐一會吧 好啊 雅倫啊 昨天跟世豪叔聊得怎麼樣啊 爸 昨天我喝多了 手機又關了靜音 沒有看到你打電話給我 真的很抱歉 可是我跟世豪叔的互動 蠻好的 我以後應該常去找他 那好啊 對了 昨天我看見你跟鄭醫師的互動 你們好像很熟啊 啊 因為我在修車場的時候 採劫廠找他來啊 然後慢慢的我們就越來越好了 好啊 你覺得鄭醫師這個人怎麼樣啊 他很好啊 他現在已經是我的好朋友了 尤其是他的年紀又比我大一點 我有很多事情都會跟他討論 我知道他身上有學到蠻多東西的 他就像 就像我的大哥哥一樣 那好 鄭醫師 鄭醫師 如果啊 鄭醫師他方便的話 可以請他到家來做做啊 一起吃個便飯呢 他好像還有個弟弟是不是啊 長得蠻可愛的 一起帶過來也沒關係啊 讓家裡頭熱鬧熱鬧 總之啊 我們全家人跟他都認識了 他就好像我們家人的朋友 一起吃個飯也OK嘛 好啊 有機會我找他來家裡做做 好 爸 那我還有事 我先回辦公室了 好 那你去忙 這兩個 上班不上班給我玩MSN 該不該找何仲奇獎 要講你自己講 但我真的不確定 能不能告訴總經理 到底怎麼會回事啊 可是不講又好 像沒有更好的辦法 雖然何仲奇有時候很討厭 但是又不得不承認他有腦袋 對啊 他很聰明 每次都整套我 我是覺得他一定有辦法 有時候有點不需要自己講 時間久了 別人一定看得到的 可是這個實在太勁爆了 我怕他會痕 不然我們寫在紙條上 紙條外面寫著秘密兩個字 看他會不會好奇 去打開 去打開 什麼爛招啊 兔才姐 要懷孕 這種蠢事 只有你做得出來 我才不幹 對 真的很蠢 對 你最聰明 難道直接告訴他 雅倫是董事長的 親生兒子 這哪一家 經理 這是不是真的 什麼事啊 你在外面怎麼看得到啊 這是投影機 我在外面看雖然是反的 可是我看得清清楚楚 我就在那友定的桌子 旁邊看到了 解釋一下 你為什麼跟杜采集 在討論這種事情 因為我 解釋不出來對不對 沒關係 叫杜采集給我上來 你早就知道了對不對 為什麼不跟我講 因為我 是我 是我叫愛家不能說的 總經理 你知道嗎 其實你誤會我好久好久了 之前你只懷疑我跟董事長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的 那都是因為董事長 來找我談雅倫的事情 你的事我都知道了 你知道什麼 你跟杜采集 是真的 我找他已經找了很久了 他在我生命中非常重要 我不能沒有他 繼續說 雅倫在看了你的演唱會之後 我發現他對董事長的印象 有很大的轉變 他也感受到 秦家仁相互在一起的溫暖 但是雅倫就是死不肯承認 他的情感 所以說實在話 我想請你幫我一個忙 想想辦法 讓雅倫能夠回到秦家仁身邊 雖然你們是不同夫不同目 但是董事長都是你們的父親 你們兩個也算兄弟 所以可不可以請你 站在雅倫的立場替他想一想 我知道 我是該好好想一想 但是 請你給我一點時間 讓我想想要怎麼處理 總經理 其實你不需要送我回來 反正我現在已經到家了 你就趕快回去吧 我還沒跟你算帳 秦媚家裡有很多人 不適合講秘密 不適合講秘密 秦媚家沒有人 曾愛家 妳東藏個秘密 西藏個秘密 而且都不找痕跡 妳真的很厲害 我又不是故意不講的 我跟你說 我這個小腦袋裡面 要藏一大堆秘密 我也很痛苦好不好 而且按照邏輯 秘密本來就是不能講的 妳生氣了 妳不是說當朋友 就不能有秘密 妳好大膽 妳還敢跟杜采傑 連手起來騙我 我才沒有騙 是妳沒有問我 所以我也沒有講 然後呢 對不起 算了吧 換人做事我 我也不會講 打電話叫杜采傑趕快回來 我 喂 采傑 你現在在哪裡 總經理 采傑說他在回家路上了 妳跟他說我在家裡等他 總經理說他在家裡等你 你趕快回來 拜拜 總經理 你有什麼事嗎 我想請問你 你是不是還有什麼秘密 瞞著我 報告 絕對沒有 好嗎 我還以為你這隻手發誓 另外這一隻手 會在後面打叉叉 來 請 答應我 以後不要再對我有秘密 好不好 你怪怪的 我哪有 明明就有 要是以前我犯錯 你一定會一直罵 要不然就是叫我做這個 做那個懲罰我 可是現在 現在怎樣 隨便罵個一兩句就沒事了 而且這一兩句 還沒有像以前這麼機車 讓我感覺很誠懇 然後咧 就怪怪的 你想知道嗎 那我告訴你 我想要對你好 你為什麼要對我好 去哪兒 妳現在知道 我要對妳好 妳有沒有什麼感覺 有什麼感受 心情如何 還是什麼感觸 說出來 有 什麼 我覺得 好恐怖 我還是比較習慣 妳以前那個機車的樣子 我犯錯 妳會一直罵我 就像以前 我在妳車上的韭菜盒子 妳就會罵 可是妳現在這樣 我好像不認識妳 我幫妳倒杯水 妳清醒一點 我洗一下 重點 妳怎麼來了 七美姨 我有事來找杜采傑 你要找杜采傑 曹進 我回來了 我們去妳房間聊吧 我忘了拿我的水 嗚嗚嗚嗚嗚嗚嗚 嗚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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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嗚� 可不可以先說一聲 很動 而且我讓你偷聽 我是不小心經過 你房間的門 然後你不小心開了門 害我不小心跌倒而已 根據我仔細的思考 我們唯一的策略就是 循序漸進 循序漸進 這是成語吧 要不然俗語 我覺得我爸 一定很想跟雅仁相聚 而且雅仁逐漸也有這樣的心情 可是一來 就像采杰說的 雅仁心裡面有隔閡 有障礙過不去 二來 我不能不顧慮到我媽的心情 我媽最疼我 最照顧我了 不能夠想像 她對於這個家庭 對於我爸的期待 所以我們只好慢慢來 等待最好的時機 看看能不能促成這件事情 總經理 總經理 妳很願意答應幫忙促成 我就非常感激妳了 蔡姐 妳要好好培養 多關心她的心情 因為她的心情我很了解 總經理 我發現 妳現在變得好不一樣 對 我也覺得 她最近很不一樣 那我什麼不一樣 好啦 我要回去了 來 謝謝妳招過我哥 我開車送妳回去 不用 我自己回去好了 蔡家 妳有沒有覺得 懂得趕快的何仲奇 好帥 只差我們家雅人一點點 蔡姐 先不要講這個 難道妳就不覺得 如果雅倫知道 妳跟總經理說了這件事情 甚至我們還要促成雅倫回情家 更或者 如果她知道我們要她去 跟董事長和奶奶相認 妳確定這樣她不會生氣嗎 可能性很高 但是我願意賭 愛家 妳不瞭解 我們這些沒有家的人的心情 我跟承認是孤兒 所以我更希望 雅倫可以懂得 珍惜這份親情 如果她知道我做這件事情 要跟我發脾氣 甚至要跟我分手 我當然會覺得很難過 但是我絕對不會後悔 來陪我吧 現在 雅倫最近是不是真的很常見 叫妳去陪她 自從董事長跟總經理 在演唱會上和好之後 就特別明顯 我想雅倫 她需要一個家 更需要家人的陪伴 我走了 早 早 小心喔 還有一階 小心喔 好 到前面這邊停囉 預備 一 二 三 這是什麼 這裡 這兩個心理箱要幹嘛 妳可以打開看看嗎 妳要買東西給我 妳直接給就好了 幹嘛這麼麻煩 又是衣服 又是鞋子 妳要我走路 我 重點是這一項 這有什麼意思 杜財傑小姐 如果妳願意的話 我請妳搬過來跟我一起住 日常生活用品 我都幫妳準備好了 還有那邊的櫃子 我已經清空了一半 妳可以放任何屬於妳的東西 這雅倫先生 這麼重視生活品質的人 竟然肯把四人空間 清出來一半給我 妳的意圖很明顯 妳的心盒打開了 妳說一張每天看到 我也是 我好幸福 我好甜蜜 要是妳覺得 妳需要一個家 這個家只要我一個人 好像很太夠 還有很多人 像是爸爸 媽媽 奶奶 還有一個叫仲奇的伴侶 我覺得妳想太多了 蔡姐 我知道妳到底在想什麼 我也知道妳是好意 可是我從來就沒打算 要回秦家 也從來就沒有要跟秦仙 相認的念頭 妳不要這麼輕 我 有妳就夠了 請進 媽 還在忙公司的事 對 來 喝杯牛奶 謝謝媽 宗奇 自己的身體自己要照顧 累了就要舒適 看妳怎麼認真打拼 都不知道妳爸 前陣子在緊張什麼 要不是媽活到這個年紀 什麼事情都要靠她 有時候我還真不想理她 媽 爸其實很在乎妳的 這我當然知道了 我們一起走了這麼久 我也希望能夠走得更長 更遠 不過說穿了我們這個年紀的 老女人 最怕的就是沒辦法 媽 我朋友最近遇到了一個問題 我想請教妳 什麼問題說來聽聽看 我那個朋友 我那個朋友 她是她爸爸 跟前妻的小孩 後來她爸爸又再婚 跟另外一個太太 生了一個女兒 所有人都不知道 有我朋友這個人 然後呢 媽 直到最近 她爸爸才知道 她有這個兒子 她們父子很想相認 可是 她們都很猶豫 因為 她們都擔心 她爸爸現在的太太 會不開心 媽 以妳女人的角度 如果妳是她爸爸 現在的太太 妳會接受嗎 我覺得 這樣對她現在的太太來說 是一個很嚴重的打擊 跟傷害 要是她們父子相認的話 那就對她現在的太太 跟女兒 在那個家庭的地位 會受到很大的影響 我想這是媽 比較自私的想法 不過我想 這應該也是所有 女人的想法吧 那重慶 妳那個朋友是誰 是一個 妳不認識的大許同學 最近有聚會 她跟我提起了這件事情 還好不是發生在我們家 要不然的話 媽肯定會崩潰 好 媽 時間不早了 睡覺吧 晚安 晚安 走 早點睡 不要太累了 好 早晚安 晚安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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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 妳有什麼祕密 祕密很大很大祕密 妳的祕密有多大 祕密也很大 比董經理聰課還要大 這麼大 祕密 妳怎麼在這裡 祕密 好 睡覺 妳眼瓶現在很沉重 妳全身放輕鬆 深呼吸 吐氣 深呼吸 吐氣 睡 很怪怪的 沒有 我昨天看那個電視 我學會了一套那個催眠術 來 深呼吸 吐氣 吐氣 這妳好像一點用都沒有 妳不想睡覺 吐氣 我遲到了 妳不要生氣 嗨 你生氣了 我不是故意的 哪有生氣 我以後都坐這裡 如果你累了 我還可以幫你開 這是什麼味道 不是我的 我沒有吃韭菜盒 我自從被你說錯之後 我早上也不敢吃 睡覺前也不敢吃 這不是我的味道 真的不是 妳肚子餓了吧 拿去吃 怎麼會有這個 這不是我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在車上 我買的 總經理 我到底做錯什麼 你要這樣對我 等我已經過那麼久 你還不肯原諒我 這是我特地幫你買的 這個 韭菜盒子 你不是最喜歡吃 我只是想說 如果你肚子餓 沒辦法工作怎麼辦 我沒有別的意思 走啦 上班啦 走吧 所以我以後可以天天吃 韭菜盒子了 天天 天天 天 可 其實不用這麼密集 偶爾換個口味也不錯 對不對 來 上班了 走吧 好 來 大家 以後沒有人的時候 你直接叫我名字就好了 不用叫我總經理 妳幹嘛 總經理 你可不可以一次把話講清楚 幹嘛 上車了 很危險 我不要 除非你把話講清楚 上車 我不要 好 我只是想說 我們兩個人一起經過這麼多次 應該已經不僅僅是 雇主跟保鏢的關係 我們應該是好朋友 而且是 很要好的朋友那種 所以我就覺得 我們不應該那麼拘謹 就這麼簡單 真的只是這樣嗎 對 總經理 何仲綺 總經理 你怎麼轉變這麼大 那 你覺得我的轉變怎麼樣 很恐怖 非常恐怖 超級恐怖 真的很恐怖 開車 哈囉 下班了 蔡姐姐 文妮 文妮 我們回家了 蔡姐 不好意思 我後面還有好幾個重要的客人 我需要花一點時間 妳可以先接維妮過去妳那邊 等我忙完之後 我馬上過去接她 好 沒問題 維妮 那我們去送東西 姐姐帶妳回家 來 余逸給我 來 跟妳說拜拜 安 拜拜 拜拜 維妮 妳要快點來 謝謝 謝謝 總經理 你不要煩了啦 喝杯咖啡 謝謝 謝謝 走吧 你知道嗎 讓雅倫回秦家 是一件大事 有誰知道這件事 有誰不知道這件事 是要公開還是保密 都要想一想才去做的 不是嗎 是這樣講沒錯 不過就算是這樣 也沒必要煩 因為這是一件好事 你看 這樣董事長 就多了一個兒子 你還沒原因 就多了一個哥哥 奶奶也多了一個孫子 秦家多了一個人 不就更熱鬧 更溫馨 這樣不是很棒嗎 如果每個人的想法 都跟妳一樣單純 真實 就是 那這樣生活就簡單多了 也不會那麼複雜 對 這是讚美嗎 當然是讚美 那你知道 我現在最單純 最真實的想法是什麼嗎 什麼 一筆棒 這給妳 還有一個 這是我的 妳要吃完 再給妳 是 最新的 我 ается 好 奶奶 加油 秦玲 加油 奶奶 加油 我的 加油 艾佳 你是帮谁加油 你有全边站 我希望你们两个都可以赢 然后两个都会赢 一定是我 一人 加油 加油 你不会让老人家吗 你不懂人家 你怎么会来 我找秦玲来单挑 看谁比较厉害 你看 你放马过来 我跟你 小心 你闪着腰了 这个我会玩 我很厉害 維妮 維妮 你怎么会来 嗨 姐姐好想你 維妮 你先坐一下 我去拿饮料给你喝 这个小娇婚是谁 还卷毛小帅哥 好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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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亚伦同母衣服的弟弟 好 再给你 維妮 你怎么没有打招呼 可不可以 这个小娇儿 怎么那么聪明 这么乖 对 而且好卷 好玩 像洋娃娃一样 你说这个游戏 你很会玩 对 那你陪伯伯玩好不好 好 好 那我们来看 你不要让我看谁厉害 来 一 二 三 一 我夸出 我 佳妮 有这件事情 说不定可以从老公来 都用自己下手 你真的很厉害 你真的很厉害 好 来 一 二 三 来 重新来 过来 对 对 对什么 没事 赵姐 加油 赵姐 加油 赵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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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车吧 好 你忘了 我不能连续过夜啊 真的不行 我明天一定会找你啦 你不要急嘛 好啦 那我先走了 好 拜拜 拜拜 亚伦 你开车小心喔 我知道 拜拜 路上小心喔 小姐 我吓回跳 房经理 你怎么快来啦 听艾佳说你有一些想法 想说来跟你们聊一聊 对啊 那我们上去了 好 奶奶由我负责 艾佳 是好处交给你了 彩姐 你非常的重要 维尼跟亚伦 你一定要把他们带来 没问题 那我们就这样说定了 好 不要说 都不要跟我讲 反正我也不想知道 都不要说 我没有听到 秦美姨 可是我们刚好有事情 要跟你讲 什么事 秦美姨 其实我们是在讨论 为了帮你庆祝 你的困难解决了 想让你开心一下 所以我们决定在你家 办一个小型的派对 大家都带吃的来 跟大家分享 真的 你没有帮我办派对 好好 秦美姐 都马是你 我们刚刚三个人在这边 要偷偷摸摸商量这件事 就是要给你一个惊喜 结果你一进来 就一副我们不说不行的样子 那我都被你破梗了 不过秦美姨 你终于不是最后一个 知道秘密的人了 那个惊喜就是要 最后一个知道才好玩 不然就没有惊喜了 不过你们要帮我开一个派对 我好开心 你们放心 我一定会准备得非常好 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我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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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那个歌你没有听过吗 没有 好好听 你真的要下厨 当然 亲自下厨才可以表述我的心意 你记不记得你连菜都洗不好 你还想下厨 到时候发音都结束了 我看你菜还在切呢 你别忘了 我还会做蛋糕 不要小看我 我是潜力无穷 对 潜力无穷 这是个人感谢 你说什么 没有 我们不是要买鱼吗 对 要买鱼 好 你怎么上来 我们准备出发 我是想说 我们今天不要去餐厅吃饭 换个地方好不好 什么意思 要换什么地方 威妮 你想不想跟姐姐去派对 什么是派对 派对就是有很多人 然后吃吃喝喝玩玩的地方 好 Alan 我要去 好 那我们就去派对吧 那我们再去多买点 好吃的东西 威妮想要吃什么 好 去买鱼喜欢吃的 好 快来了 来了 还有 不然来 谁又急 今天啊 这是饭鱼 喜欢吃什么 就自己动手夹 不要客气 你们两个 你看看你妈妈做人多成功 她们今天都是为了我而来 为了我祝福 我会帮老夫人当你一样 动手备姐妹 你真的好棒 好能干 好潜贵 一定是彩结 手断了 不会自己开门 我少做这东西 我会怎么开门 小满轮 好 来 吃这个 婆婆 过来 抱抱 婆婆知道你今天会来 我就在这里一直等 一直等 难得看到一个 比我帅的小帅哥 婆婆 我好想你 我才想你 我想你想得不得了了 来 我带你吃东西好不好 小轮轮 今天是餐厅 你自己动手 不要客气 我先上去整理一下 谢谢 姐妹 帮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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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夫人 老夫人很常来 她就喜欢人多的地方 像是今天这种派对宴 她一定来臭热闹的 好 那我再问你 为什么维妮跟老夫人这么熟 这就是缘分吗 上次你不是叫我去接吴 那我不想说 这边人比较多 就带她过来 没想到老夫人也在 她们很熟 整个玩开 笑得有多开心 威妮的哥哥 来 来坐 坐 来 你来这边坐 你来 站在你哥哥旁边 你们大家看 她的妈妈还真会生 我很少看到有兄弟长得这么好的 只是 雅伦 我就觉得你很面熟 好像在哪儿看过你 她每次在我身边工作的时候 不管她做什么 我就会一直想公司她看 我到底要怎么样在那边 控制我自己 你这个叫初恋症候群 只是你比一般晚的事情 就发生了 你来看看你的保镖圈 是什么样子 你的保镖 还是公关小姐 对啊 请再给我多一秒 电力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嫌多 像是声音的弹波 带来吹吹为你奔破 吹迈你爱的花朵 你却嫌我 给的爱太浅薄 每天每天对你恳求 答应我真心的追求 所以唱这首歌 在夜光下歌颂 我多么爱你的心 you don't know 你不必担心我会lost control 爱情也许脆弱 但没人愿意错过 生怕心落空 我多么爱你的心 you don't know 别用试探的眼神讯问我 想念不是罪过 可是我不想解脱 期待着幸福会降落 我多么爱你 你不想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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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